你听过撕心裂肺的呼声 现在你听过了 2015年9月12日中午12点 江苏省苏州市黄代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 某工厂门口突发一起凶杀案 接警后苏州警方立刻赶到案发现场 现在让我们来跟随当时的现场民警 胸前的执法记录仪来回顾一下案发现场 画面中一名浑身是血的女子倒在了血泊里 她的肚子被人捅烂了 有一滩红红的东西 从她的腹部流了出来 没错那是她的肠子 女子的人是躺到了那个副驾驶座位上面 女子肚皮上面有一个伤口 然后肚子上面肠子已经漏在外面 紧接着警方又发现 在后排竟还有一名被害人 他是一位男性 同样的浑身是血 不同的是他的伤口在胸部 胸口反而都一大滩血 硬染了他整个所穿的衬衫 男子当时胸口还有一点起伏 应该还有呼吸 男子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随后通过技术人员现场勘察 警方初步推翻了 财杀以及奸杀的可能 一来是车内的现金等一些贵重财物 均没有被细节 二来是女被害人的衣着大体完好 法医在其下体也没有发现被性侵的痕迹 警方初步判断为三种犯案动机 一 两人相约自杀 二 两人发生了搏斗 三 有第三人出现 两人都是被害人 正在此时一位中年妇女穿过人群 她说她认识被害人 她是她的嫂子 这才有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从嫂子口中 警方获悉 女被害人名叫张小和 这辆红色小轿车 就是她的私家车 也正在此时 从围观群众外 又冲出了一位年轻男子 她说她是被害人张小和的未婚夫 张小和就是被后排的刘云飞杀害的 警方问起何出此言 她说刘云飞方才发朋友圈了 警方已经 发现她在9月12号 就是案发当天中午12点21分的时候 她曾经看刘莫的姿势 应该是自己摆拍的 然后她注明了一个文字说明 兄弟们 亲人们再见了 另外又过了十来分钟 她又自己拍一张脸部的一个特写 然后这边很明显带有血迹 她称我不后悔 案发两天后 经全力抢救 刘云飞苏醒了 面对警方的审讯 刘云飞对自己杀害张小和一事 供认不回 本案的起因经过是 2012年 张小和与前夫离婚后 独自从河南来到苏州打工 在工厂 她认识了刘云飞 很快 两人便发展成了情侣关系 她在厂里面从基层员工干起 后来慢慢干到中层领导 最后呢 她在苏州这边是落地生根 买了房子 也买了车子 条件上呢 是相当的优越的 闲适其实蛮大的 因为那个男的一直在厂里面打工 都做一线的操作员 就是员工嘛 普通员工 那么那个女孩子呢 就是说小张了 她的收入的话 应该是那个男孩子的四五倍了 两人之间巨大的经济鸿沟 是他们感情破裂的元素之一 但最最重要的还是 刘云飞这个人 吃喝嫖毒五毒俱全 尤其是毒 赌的蛮大的 收了个十三四万 男的过来到这来的时候呢 那你就就那个了 就想跟他分手 这样的 在这之后 张小和一直对刘云飞提出分手 但刘云飞始终不愿 直到今年三月份 他因工作原因被调去了广州 而等他从广州回来后 他惊奇的发现 张小和已经交了新男友了 案发前几天 在张小和的工厂门口 刘云飞看到了张小和和他的新男友 矛盾一触即发 死者张某曾经用手去指指点点他 他用手指指我 这样子指我 就意思就是说 在告诉他边上那个小男朋友 就是说这是他的前任 之后 张小和一脚油门 载着男友走了 刘云飞气不过 立马给张小和打去电话 一接 那男的电话 男的打不来的 男的一开口就骂我 他说你跟他还有关系吗 我当然我知道这是这个男的 对不对 但是我顺便问了一句 我说你是谁啊 我是你大爷 他说 实际上当时张小和与新男友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新男友无论各个方面 都比刘云飞强 这是大家公认的 我也不会要你了 你都已经走出这一步了 说去不好听 说去男友去了 你都已经跟他别的男人 睡在一起了 我还跟你在一起吗 一瞬间 自卑 愤怒 走投无路席卷了刘云飞 他心生杀意 案发当天 他又给张小和打去电话 电话中 他好说胆说 说要来一个最后的了断 张小和被蒙蔽了 赴约了 遇害了 这就是案发经过 我说实话 到最后杀他的那一刻 我打下来 他说的是放屁 他如果是真心的话 他不会跳这样的狠手 对 就是放屁 同年 经法院一审判决 刘云飞死刑